孙青呢 那是个矮清洁的人 他没法忍受这么个乌烟瘴气氛 他发了脾气了 我说成事 这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老他不小 怎么学会了这个撒土酿烟了 这成什么话这个 你看看这个 他有耳朵里掏出了一小块泥饼 你看看这 我这耳朵里都能种麦子了 还腥臭 这灰土散了之后可倒好 你又开了小染房呢 花红柳绿的挂咱们院子破布条 我顶讨厌这湿漉漉的东西碰我脑袋了 长顺那的确是老脸多了 有个往日 他一定要跟孙青辩论个水落石出 一来他看不起孙青 二来是年轻力壮 不惜为辩论而辩论的做一番舌战 今天长顺可是闭了嘴了 他决定一声不吭 第一他得保守秘密 不能煽嚷鬼叫的宣布自己的特权 好家伙 啊 要叫别人都知道了 自己那一千块 那不就动摇了吗 第二 他以为自己 已然是新家创业的人了 差不多呀 可以跟齐老人跟李四爷站一块 怎么好 因为并不住嘴而耽误了功夫了呢 孙青说闲话 说起吧 挣钱那是最要紧的事情 是的 他进来啊 连打日本那事都不关心了 何况是孙青这点闲话呢 他忍住了 连看孙青一眼都没看 反正他知道自己卖利息挣钱 那不是丢脸的事情 干嘛辩论呢 可是他越不出声啊 哎 这孙青就越没接没完了 孙青喜欢拌嘴啊 假若长顺能跟那粗脖子红脸的 吵那么一阵子 他或者可以把这场破破官司给忘了 而从争辩中得到点愉快 这长顺是一语不发 这对于他 那就是最残酷的报复了 幸而 马老太太与小崔太太 一老一少 两位寡妇出来给他道歉 这他才明金收兵了 这样对付了孙青 长顺暗中非常得意 他有了自信了 他不但已经不是个只会背着留生期在小胡同里乱转 时常被人取笑的孩子 而是变成个有办法 有心路 有志气的青年了 什么顺气顺伴啊 他才不惹嫌弃呢 有一千块钱到了手 他将是个 嗯 嗯 是什么呢 他想不出来 可是呢 他总会变成啊 比今天更好的人 那是不会错的 高一坨找了他来 他完了 他对付不了高一坨 他不但还是个孩子 而且是个傻蛋 他失去了自信了 天佑老头啊 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是个掌柜的 他有权调动处理铺子中的一切 但是现在他好像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一个人了 只会吃三顿饭了 冬天到了 正是大家天冬衣的时候 他买不着棉花 买不着布匹 买不进来 自然就没有东西可卖 十个照顾主进来 倒有七八个空着手出去 当初他是在北平学的土 现在 他是在北平领着土 他所学的和所教给别人的 首要的是规矩客气 而规矩客气的目的是在 是照顾主 本想买一个 而买了两个 或者是三个 本想买白的呢 而也就将就了灰的 顾客若是空着手出去 那就是铺子的失败 现在天佑天天看见空着手出去的人 而且不止一个 他没有多少东西可卖呀 即使人家想多买 他也拿不出来呀 即使电火的规矩客气 可以使买主活了心 将就了颜色 花样 他也没有足以代替的东西呀 白布 或者可以代替灰布 但是白布不能代替青段子呀 他的规矩客气 失去作用了 铺子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货 越卖越少了 越卖就越显得寒碜了 在往日呢 他这个货架子上 一格一格的都摆着 叠得整整齐齐的各色的布 蓝的是蓝的 白的是白的 都那么厚厚的 崭新的 安静的 温暖的 在那摆列着 有的呢 发着点蓝电的 温和的味道 有的 发着些月末的光泽 天佑坐在 靠近铺门的 点着厚蓝布 棉电的大凳子上 看着格子中的货 闻着那点蓝电的味道 就觉得舒服 愉快 那时候 他是资本 他能胜利 但也包括着信用 经营 规矩等等 即使在 狂风暴雨的日子 一天不一定 有一个卖主 没多的关系 后不会被狂风吹走 暴雨冲去 只要有货 迟早 必遇见 失货的人 用不着忧虑 在他的 大凳子的尽头啊 总有两大 稀篓子的棉花 血白 柔软 暖和 让他心里发亮 偏右一斜眼啊 就可以看到 内柜的一半 虽然天佑主要的 生意是布匹 他可是也有个 看得过眼的内柜 那里陈列着 绫罗绸缎 这些细货呢 有的是用棉纸包着 协力在玻璃处里 有的是折好了 平放在矮玻璃柜子里的 这里不像外规 那么补促 而另有一种情调 每一种货呀 都有他的光泽和尊严 使他想象到苏杭的温柔和华丽 想象到人生最快乐的时刻 假若他的老父亲 竟八十大寿 不是要做一件紫的 或者是深蓝 或者是古铜色的 打段子夹袍吗 哪一对新婚夫妇 不要穿上件 丝织品的衣服呢 一看到那鬼 他不单想到风雨足时 而且也想到生平盛世 就连乡下聘姑娘的 也得要用几匹绸缎呢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佑几乎老在铺子里 从来也没有讨厌过 他的生活和那些货物 天佑没有野心 不会胡思乱想 他像一条小鱼 只要有清水和绿枣 就高兴地游泳 不管那是一座小湖 还是一个瓷缸子 而现在呢 两篓子棉花早已然不见了 只剩下空篓子 在后边扔着呢 外贵的格子 已然空了一大半了 最初呢 天佑还叫伙计们 把这个货云一云 尽管都摆不满 可是也没有完全空着的 渐渐的 云也云不及了 空着的只好空着了 在自己的铺子里 天佑几乎不敢抬头 那些空格子 就像些四方的 没有眼珠的眼睛 昼夜地瞪着他 嘲弄他 那法子 他只好把空格 用花纸糊起来 但是这分明是自欺啊 难道糊起来 就算有货了吗 格子多一半都糊起来了 柜台里只坐着一个老伙计 因为其他的人都辞退了 老伙计没事可做 只好是打盹啊 这不是生意啊 而是给做生意的人丢人啊 内桂比较的好看 但是看着更伤心 绸缎 就跟妇女的头发一样 偏偏要有新的花样啊 隔过三个月 就没有再卖足迹的希望了 半年呢 那就成了古董 是最不值钱的古董了 绸缎 比布匹剩得多 也就是多剩的赔钱货 内桂也只剩下一个伙计 她更没事可做 无可如何 她只好擒着擦厨子 跟柜子上的玻璃 这玻璃越亮 久绸缎 就越显得暗淡 白的发了黄 黄的发了白 偏又是不爱多说话的人 看着那些要同归于尽的 用银子买来的细货 她更是不愿意张嘴了 她那口水都变成苦的了 一口一口地咽下去 她的体面 忠实 才能 经验 尊严 忽然都一笔勾销了 她变成了一筹莫展 和那些旧货一样的 废物了 没有野心的人啊 往往这个心路也不宽 偏又就是这样 表面上她还维持着镇定 可是心里呢 就像是有一群野蜂 在用毒刺遮着她 她偷偷地去看 临近的几家破户 点心铺 因为缺乏面粉 也清锅子冷造的 茶叶铺 因为交通突变 运不来货 也没有什么生意好做 猪肉铺呢 有时候连一块肉也没有 看见了这种情景 偏又稍微松了一点心 是啊 大家都这样 并不是自己特别的没办事啊 这点安慰 可仅仅是一会儿的 她坐定了细想想之后 心呢 就重新地缩紧了 比以前更厉害了 她想 这样下去 各种营业会一起停顿 那不是一起要冻死饿死吗 那样 整个的北平 将要没有布 没有茶叶 没有面粉 没有猪肉 她 跟所有的北平人 将怎么活下去呢 想到这儿 她不由得想到了国家 国王了 大家都得死 千真万确的 全得死 想到了国家 她也就想起了三儿子锐泉 老三走得对 对 对呀 她告诉自己 不用说老父亲 就是自己也毫无办法 毫无用处了 连长子锐泉 那么聪明有人格的锐泉 也没多大的办法跟用处 北平完了 在北平的人 当然也得跟着完蛋 只有老三 只有老三 逃出去北平了 也就有了希望了 中国是不会亡的 你们瑞泉还没有投降 这么一想啊 天佑才要挺着挺腰板 从嘴里边吐出了一股 很长的白气来 不过 这也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 并解救不了她目前的困难 不久啊 她连这点安慰也没有了 因为她忙了 没有工夫在想念儿子了 她接到了清查货物的通知 这早已听说要怎么办了 现在她变成了事实了 每家铺户都得把这个存货查清了 极详细地填上表 天佑明白了 这是奉旨抄家呀 等大家把这个表格都填好了 日本人就清清楚楚地知道北平还拥有多少物资 支多少钱 北平江不再是有湖山宫殿之美的 有悠久历史的 有花木鱼鸟的一座名城 而是有了一定价钱的一大盔产业 这个产业的主人是日本人 屋里的人手少 天佑必须自己动手 盘点货物 填鞋标格 不错 货物是不多了 但是一清点起来 也并不十分简单 他知道日本人都心细如发 他如果粗之大业的报告上去 必定会招出麻烦来 他就得把每一块布头 都重新用池把它量好了 一寸一分不差地记下来 而后一分一离不差地算好他们的价钱 这样的连夜查点清楚 计算清楚了 他还不敢正式地往表上填 他不知道应该把这个货物定高了 还是定低了呢 他知道那些存货的一多半啊 已经没有卖出去的希望了 那么要是定价高了 货卖不出去 而日本人按他的定价来抽税 这可怎么办呢 反之 他要是把这个货价定低了 卖出去可是一定赔钱 那不但他自己吃了亏 而且会招同业的纸摘 他皱了没头了 他只好到别家的布商去讨教 他一向有自己的作风与办法 现在他就得向别人讨教了 他还是掌柜的 可是已然失去了自主权了 同业们也都没有主意 日本人只发命令 不给谁详细地解说 命令是命令 以后的办法怎么样 日本人是不预先告诉任何人的 日本人征服了北平 北平的商人 理当受尽折磨 天佑呢 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本能卖的货定了高价 本没希望卖出的打了折扣 他觉得自己相当的聪明 把表格递上去以后 他一天到晚的猜测 到底这第二步是什么呢 他猜不出来 他又不肯因为猜不出而置之不理 天佑是放不下事的人 烦闷着急 而且感觉到这是一种侮辱 因为他的生意 却得听别人的指挥 他的已经添了几根白色的胡子 长长地树立起来了 等来等去啊 天佑把按表格来查货的人 等来了 有便衣 也有武装的 有中国人 也有日本人 这生死不像是查货 倒像是捉捕江阳大道 日本人喜欢 把一粒芝麻 弄成地球那么大 天佑的体质相当的好 轻易不闹什么头疼脑热 可是今天 他的头疼起来了 查货的人拿着表格 他拿着尺 每一块布都得重新量 看是否与表格上填写的相吻合 老人几乎忘了 规矩跟客气了 很想用牧齿敲他们的嘴巴 把他们的牙给敲掉几个 这不是办事呢 就像是对口供呢 得一辈子公正 现在呢 被他们看成了 鬼毙多端的灌贼 这一关过去了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弊病 但是他缺了一段布 这是昨天卖出去的 可是他们不答应 老人的脸已然气紫了 还是耐着性对付他们 他把流水账拿出来 请他们过目 甚至于把那点钱也拿出来 这不是吗 缘分没动 五块一毛钱 温兴 温兴 他们还是不能承认这笔账 这一案还没了结呢 那些人又发现了弊病了 为什么有一些货物定价特别低呢 他们调出了旧账 是啊 你定的价钱 比守货的时候价钱还低 怎么回事 天佑的胡子 嘴都哆嗦起来 嗓子噎了好几下 才说出话来 这 这是些旧货 不大能卖出去 所以 不行 不行 这分明是有意捣乱 做生意还 又愿意赔钱的吗 老人强挤出一点笑来 这 可不可以改改呢 改 那还算官室吗 老人的头疼得像要裂开了 那怎么办呢 你看怎么办呢 老人像一条野狗 被人们堵在墙角里乱棍齐下 大伙计过来 向那些人敬烟 献茶 而后偷偷地扯着扯老人的袖子 递钱啊 老人含着泪 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自动地认罚 递过去五十块钱 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收钱 直到又添了十块 才停止了客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商量